千萬不要怕講錯話 千萬不要怕嗆政府會被白眼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 投資未來世代青年論壇 謝謝大家所有人與會的出席與參與 謝謝大家 青年國事會議 我記得我那次參加的會議是在花蓮 不是那個高雄的蓮池坦 後來去陽明山上的國民大會 當時的那個主委就是鄭麗君 我記得我當年這個負責講的內容 到現在還存在 那青年世代最可愛的就是 第一 大家這兩天來這裡 千萬不要怕講錯話 千萬不要怕嗆政府會被人家白眼 年輕人如果不會嗆政府 不會反抗 不會不滿這一個國家體制 不滿這一個社會 不滿你的學校 那你就往會身為一個年輕人 那第二個呢 因為國家必須照顧年輕人 給年輕人公平的機會 所以大家現在讀大學 研究生 然後工作機會均等 那國家最怕就是 有這個對待不同的青年 有不同的待遇 年輕人提出來的政策 都是國家要參考的方向 明天下午我們的新的這個總統當選人也會來 聽大家的意見 學生在講總統就要聽 總統不要在那邊發呆 所以明天也鼓勵大家勇敢的跟我們的新總統講出各位的心聲 讓我們投資未來世代這個活動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然後在我們今天為期兩天的這個論壇裡面呢 事實上是希望可以一起用既嚴肅又輕鬆的方式來找出我們的未來 因為其實在選舉過後 其實大家有某一種程度的社會焦慮 不管是青年意見的分歧 或者是我們對未來的局勢變動的不確定性 其實這些事情都讓我們在思考台灣未來怎麼走 跟我們怎麼跟國際連結有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但其實現在世界的局勢對於台灣其實是有優勢的 所以我們帶一個充滿希望的可能性 集結青年的朋友一起來為台灣找一個更多的機會 還有更多的未來 現在在社群時代資訊的來源 可能會影響你的判斷以及你的思想 一起去思考跟挖掘問題 找出解決的方法 這個過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一個15秒 30秒的時間的短影音 去影響我們未來的發展